一类县政府推动花园城市直载绿美化 鼓励各乡镇市公所投入绿美化的工作 而五杰乡公所赢得了108年度的第一名 拿下五杰乡历年来最好成绩 乡长沈德茂表示有这么好的成绩 是公所团队结合社区们多年来的共同努力 尤其五杰是农业乡 能够比其他城市型的乡镇表现得更好 实属不易 特别把这样的成果跟乡亲们分享 很多年来我们都在打拼 但是一直都没得获得很好的成绩 今年很不简单 我们五杰乡所透过大家的努力 以最少的经费做最好的努力 把这个幼儿园的那种旁边的张乱点 把它处理到变成这些有一些的动物 还有一些的植物甚至于甲虫都会去参与 所以有反转了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非常感谢所有的工作年年 希望这样子的努力能够继续发挥 把这样子的努力跟社区分享 希望社区可以好好去运用这样的一个好的成果 过去都在城市里面的一个成绩 今天能够跑到乡下来做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表示我们真的有在翻转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环境 希望大家会喜欢 五杰乡五处重要的绿美化景点 包括五杰乡村公园 五杰图书馆 大吉一路 丽泽幼儿园 以及蓝阳西堤后坡 在规划绿美化时 不仅配合地景地貌 也结合了原生树种 以及环保素材 营造出预教娱乐的空间 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休闲的好地方 然后这五个点呢 我们有均配合 就是说我们地景地貌 下去做一个配合 尤其是在那个丽泽幼儿园旁边 我们有种植光纳树 跟独甲仙是一个 唯妙唯小的一个结合 那就是说最主要 因为旁边是幼儿园 也让小朋友知道 独甲仙怎么去吸取光纳树的 汁液而成长 这是它主要食物的来源 然后在我们乡村公园的地方 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做一个 原生种的树木 跟一个草花的结合 让整个地貌变得更丰富 在多年的努力下 武捷相公所努力营造出 适合地方的花园城市景观 提升相亲的生活品质 不仅营造了地方特色 也希望美观的公共空间 可以成为武捷观光的亮点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